哈囉 歡迎來到GenApp 今天要來介紹可以讓你創作文章的速度加倍的AI工具 文章寫作 那今天的教學開始囉 首先先登入GenApp 如果還沒帳號可以花一分鐘的時間快速註冊 那在進入GenApp後可以先來Temperate模板頁面 在這裡可以找到各種想使用的功能 滿足你創作內容的需求喔 今天要介紹的文章寫作功能可以從 All Articles & Blog 或是SEO的標籤中找到它喔 現在我們來看看如何使用GenApp的文章寫作功能 只需兩步驟先產出文章大綱 再來就能生成一篇文章囉 第一步產出文章大綱會需要填入你的文章標題 關鍵字還有你的目標受眾與調等 除了標題施必填其他都會選填 而輸入更多資訊可以更符合生成需求喔 首先我們先填入文章標題 AI時代的智慧家居 探索未來生活的智能家居科技 再來輸入文章的關鍵字 我們新增AI工具 家居科技 AI時代 輸入新增的關鍵字可以利用Enter鍵 或是點擊旁邊的加號 最多可以新增三組喔 接著目標受眾的欄位指的是 文章是要寫給誰看的 因此我們輸入想了解AI家居科技的人 下一步輸入語調 可以輸入興奮、專業、鼓勵或其他不同的語調 讓文章呈現最適合的描述方式 另外還可以選擇創意程度和生成個數 JAP提供六種創意程度 從創意程度最低的NOW 到創意程度最高的MASS 供你選擇 也可以不選 預設就是Atmo 那我們選擇Hi 再來是選擇生成個數 個數最多可以產出三個 而我們就先選兩個 生成語言目前有 繁體中文、簡體中文與英文可以做選擇 輸入完成後就按下生成 看到了嗎?文章的架構已經產出來了 你可以在這裡選擇你喜歡的架構 還可以隨意調整內容 可以自行新增或刪減 文章架構最多可輸入六個標題 最後一步就是生成結果 可以在這裡直接編輯 如果你喜歡生成的內容 只需按下此按鈕即可一鍵複製 也別忘了給我們一個讚 如果你對生成的結果不滿意 不用擔心你可以進行微調或是修改標題 按下重新生成就可得到一篇新文章 另外若想回到上一部查看 可以點擊Outline的按鍵即可到達 今天文章寫作工具的教學就到這邊 現在就來免費使用GenApp 讓你的文章創作速度加倍提升 內容更豐富有趣 保證你會愛上這個寫作工具 如果你有其他使用上的想法與建議 歡迎留言分享 最後別忘了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隨時關注我們最新的影片 掰掰